一带一路特别报道 述说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 跨越东西方四大文明 不同肤色 不同民族的人们 在西来攘往中 欣赏异国风情 往来最频繁的区域 就是这里了 东南亚国家 相互学习 彼此借鉴 提前把这个亚洲 时代带到这个世界来 国之交 民相亲 一带一路 你我随时走起 不再遥远 穿梭于各国之间 最便捷的工具 无疑是飞机 这是一张我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航空客运图 图中的每一条线 代表着我国 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已经开通的客运航线 这些密密麻麻的航线 加起来总里程 超过150万公里 相当于在地球 与月球之间 往返两次 2014年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35个国家 89个城市 开通了432条 国际客运航线 占中国国际运输联系的 一半以上 在全中国航班流量 最大的地方 北京首都机场 光是2015年的上半年 就有1100多万旅客 从这里出入境 也就是说 平均不到两秒钟 就有一人次 在这些 行色匆匆的人当中 有很多都是往来于 一带一路沿线的 我们统计了一下 目前北京已经开通了 57条飞往沿线各国的航线 这个数字 在国内所有的城市里头 排名第一 那么你可知道 2015年 平均每天有多少人 往返于中国 和一带一路沿线吗 答案是 87000人 这种像可以坐 400个人左右的 公克A340飞机 弄着87000人 可以装满217架 这么多的人 他们从哪里来 又要往哪去呢 往来最平凡的区域 就是这里了 东南亚国家 因为从中国出发 前往一带一路沿线的 客运量排在前十位的 除了俄罗斯和阿联酋之外 其余的八个 都是东南亚国家 而在排名第一的泰国 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 每四个游客里头 就有一个是来自中国的 交往多了 感情深了 心与心之间的距离 才会越来越近 OK Let's go 长号 就是一个频繁往来于中国 和一带一路沿线的 飞行达人 在他的手机里 一款软件 记录着他一年来的 飞行轨迹 总里程将近17万公里 相当于绕了地球4.2圈 飞了这么多 为的就是把中国造的客车 卖到一带一路沿线 而长号 也因此有了自己的思路朋友圈 有的时候朋友过生日 或者说有什么聚会 都会给我们发个短信 或者打个电话 长号的思路朋友圈 拉近了沿线各国人民 心与心的距离 而约旦商人 穆罕奈德的朋友圈 则成了阿拉伯人 了解中国的窗口 浙江义乌 来自约旦的穆罕奈德 到中国已经15年 娶了中国太太 有了两个帅气的儿子 经营着一家 人气很旺的阿拉伯餐厅 像穆罕奈德这样 定居乌的阿拉伯商人 大约5万人 而来往经商探亲的 超过20万 他们经常聚在一起 讨论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 一起寻找新的机会 穆罕奈德说 中国人的友善和稳定的 经商环境 最吸引他的阿拉伯朋友们 而无论是短暂的商务旅行 还是举家迁移 在一带一路沿线行走的人生里 一直不缺少朋友 更不缺少机会 在对全球89个国家和地区 近十亿网民的 网上轨迹搜索后 一赞普大数据发现 穿梭于一带一路沿线的人员中 商务往来的热度 只能屈居刺席 那么第一位是什么呢 答案是观光休闲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最新的统计显示 主流社交媒体上 有关旅游的三十万条信息中 某某之路的谈论中 百分之三十 集中在丝绸之路上 满眼是风景 处处有故事 在一带一路沿线 分布着80%的世界文化遗产 最精华的旅游资源 带来穿梭如枝的游客 2014年 仅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双向旅游交流 就达到2500万人次 相当于马来西亚全年的 入境游客数 如果排名的话 能够进入全球的前十位 从权威发布的数据里头 我们计算出来 一年里 接待中国游客人次 超过一百万的国家 总共是有六个 其中有三个都是 来自东南亚的国家 除了新加坡之外 还有越南和泰国 你知道吗 2014年 中国内地公民出境游的人次 第一次突破了一个亿 在一带一路沿线上 东西方各色面孔相互交织着 而当2000多万游客 还在流连于一带一路的 美景和美食的时候 沿线将近有20万人 为了知识和本领 已经游历到了中国 这里是东华大学 纺织专业的一个实验室 我们看到有很多 来自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 留学生正在这忙碌着 他们现在正在测试的是 用在飞机和汽车上的 纺织复合材料 东华大学的纺织学科 在全球是排名第一位的 这里现在一共是有 4700多名留学生 而他们每三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是来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其实不光光是东华大学 2014年 在华留学生人数 排名前15位的国家里头 就有10个是来自 一带一路沿线 他们来到这里 学习汉语 学习技术 与此同时 在一带一路沿线上 也活跃着30多万名 身怀各种技术的 中国师傅 你看在巴基斯坦拉赫尔 一个工业园区里的一家 家电企业的生产线上 这些来自山东青岛的 中国师傅 就正在教当地的工人们 如何装配冰箱 这个企业有将近 1700名员工 其中99%都是 巴基斯坦当地人 在中国师傅的帮助下 经过系统的培训 他们现在已经熟练地 掌握了冰箱 空调 洗衣机 还有电视机的各项生产技术 而在这个园区里 像这样的中国企业 一共有7家 30多个中国师傅 带了5000多个巴基斯坦徒弟 眼前这位正在忙碌的 是来自中国的技术工程师 磁吸化 他正在教巴基斯坦徒弟 纳迪姆冰箱的发炮技术 纳迪姆告诉记者 六年前 他刚来到这家企业时 几乎对家电行业一无所知 全靠中国师傅 手把手教技术 现在 他已经从一线的装配工人 成长为一名发炮工程师 纳迪姆说 每当遇到技术难题 中国总部就会派师傅 来帮助他们 更重要的是 在中国师傅们的帮助下 巴基斯坦也逐渐建立起了 自己的家电生产体系 拥有了一大批熟练的技术工人 和沿线国家热衷于学习 中国技术形成对比的是 作为全球最大的留学输出国 中国留学生的主要流向 仍是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英国等发达国家 然而 如果由此便判断 中国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留学的人数不多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数据分析发现 在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和泰国等国家 中国留学的人数 都保持在前四位 占有相当比例 不断穿梭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人们 他们的运行轨迹 支撑了一张密集的网络 然而 这个流动的网络带来的 不只是几千万人的频繁流动 还有中国四分之一的贸易额 和两成左右的对外投资额 北京 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会议势力 一场有关中国和巴基斯坦 合作的会谈正在进行 这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王小涛 一天来的第二场外事会谈 而在过去的八个月 他连续出访了泰国 哈萨克斯坦等六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频繁的出访 让一个个合作项目加速落地 即将开工的中泰铁路 进展之快 甚至超出了王小涛的预料 时间短短的也就是八九个月的时间 这个速度可以说 比我们在国内搞铁路建设 速度还要快 而此时此刻 四千多公里外的吉隆坡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中来 正在和下属讨论一个 与中国企业合作的项目 廖中来说 目前马来西亚正在扩建 关丹码头和沙巴州港口 计划修建马来西亚到新加坡的高铁 这些都离不开中国的支持 我认为中国是一带一路的倡议 它能够提前把这个亚洲时代 带到这个世界来 在人员密集穿梭往来之中 大数据搜索发现 在沿线各国仍有很多耿组 在阻断人员的通畅往来 排在前三位的是什么呢 直飞航线少 贸易壁垒和签证难办 在一带一路沿线往返 我们可能需要频繁的转机 因为到目前为止 很多国家之间都是不可以直飞的 现在我们要从巴基斯坦的 伊斯兰堡机场出发 飞往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 两个地方之间的距离 是1134公里 直飞的话也就两个小时 但是很遗憾 两地现在不能直飞 所以我们只好先飞到 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去转机 可是这样一来 整个行程至少就得花费12个小时 其实和转机的折腾比较起来 办理签证可能更加地让人头疼 我现在所在的泰国 中国公民在这里 是可以享受落地签的 不过在一带一路沿线上 只有19个国家和地区 单方面的给予中国公民 落地签的便利 也就是说 中国公民去往大部分的沿线国家 还是得首先办理签证 因此 中国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旅游的人数 还不到中国每年 出境有总人数的五分之一 签证难办是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 不过呢 在泰国机场 我还看到了这样的一张 广告宣传画 中国广东啊 正在向各国的游客敞开怀抱 只要你过境广东 就可以免签在那玩三天 为了让人员往来更加的便利 沿线各国正在加紧展开合作 目前已经有51个国家的公民 在北京可以享受 72小时过境免签 这其中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就有22个 跨国的直飞航线 也在不断地增加 像前些天 中国和捷克两国之间 就开通了第一条直飞航线 北京可以直飞不拉格了 除此之外呢 各国之间的货币互通 签证 还有退税等等政策 也正在积极地争取当中 好让出门在外的人 更加地方便 伴随人员交往的日益深入 新的市场和机遇 也不断呈现 每年将有一万名 沿线国家的学生 享受到中国政府 提供的奖学金 未来五年 将有1.5亿人次的中国游客 游走在一带一路沿线 他们将给各国 带去2000亿美元的消费 这相当于 一个葡萄牙的经济总量 与此同时 沿线国家 也将为中国输送 8500万人次的游客 拉动旅游消费 约1100亿美元 大美思路 随时走起 真的不再遥远 为什么 这三次 全是 全是 11000亿美元 都依然 黄他 不得 感谢观看